杨子足够幸运 他不只是流量,有艺人功不可没 90后女演员中,杨子绝对是佼佼者 作品和人气兼具,关键演技也好,绯闻几乎没有 杨子是很努力,这几年的好作品接连不断 相密沉沉浸如双亲爱的热爱的等热播剧 奠定了他在行业的话语权 杨子也说过,现在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权 合作的剧本一定是自己喜欢和认可的 包括还未播出的《余生请多指教》 目测也是一部爆款剧 男主是肖战,属于典型的强强联合 期待杨子在里面的表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努力是成为优秀演员的必经之路 但幸运却不会眷顾每一位努力的人 娱乐圈虽然浮躁,在依然有很多努力有才华的女演员 并没有被大众熟知 而杨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凭借家有儿女一举成名 无疑也是幸运的 虽然他之后陆续出演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但观众看到他,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下雪,角色的代入感太强了 就像赵薇,这么多角色,还是遮不住小燕子的光环 对于女演员来说,能有一个在观众心中根深蒂固的角色,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更难的是,要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想方设法的自我超越,这大概也是演员的乐趣之一吧 在《综艺萌探》中,杨子和《家有儿女》中的妈妈宋丹丹老师再次相聚,不仅感叹时光荏苒 还好,他们的感情没变,杨子更是在节目中写了一封信,以此表达对宋丹丹老师的感激之情 《家有儿女》这部剧,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更是杨子迈入这个行业的起点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能遇到一位这么好的前辈,杨子还不算幸运吗?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拍摄过程中,丹丹老师给予了杨子专业上的指导,还有内心情感的疏导 可以想象,这对于初出茅庐的杨子,是怎样一个温暖踏实的存在? 杨子也坦言,丹丹老师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有很重要的影响 自己已经长大,会继续努力,成为和母亲一样的好演员 所以,尽管杨子现在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功,和宋丹丹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杨子的职业成长道路上,丹丹老师一直扮演着功不可没的角色 杨子的实力在于,他明明符合当下流量的所有标准,但大众很少把它称之为流量 可以这么理解,流量更多的是昙花一现,但业务能力强的艺人,很难被行业淘汰 他们身上的流量有很久的保质期 相信在未来,杨子会离流量越来越远,离演员越来越近,你们说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